我有带着台湾的年轻人跟大陆的大学生交流 在三个大学 武汉大学 湖南大学跟复旦大学 两岸学生的座谈 效果都超乎预期 因为每一次讲完了之后 要上车之前呢 他们还滴一不舍地在交换联络的方式 这让我感觉到 重新恢复两岸交流呢 产生了无比的信心 各位 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 越早交流往来 越认识彼此 往后发生冲突的机会 就会降低 这次我们踏出了第一步 所以我也邀请了大陆的同学 到台湾来访问 由我们基金会来做好接待的工作 这一趟旅行下来 我发现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媒体评论所说的 九二共识又活过来了 我用实际行动证明 兼职九二共识 求同诚意 彼此尊重 看大陆就可以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可以尽速恢复交流与对话 这样子最符合我们台湾民众的利益 目前我很忧心当前的情况 我们的执政者把台湾带入险境 未来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我会在民间继续努力 让台湾有真正的和平与繁荣的安全未来 感谢观看